就在今天下午 沈阳市发布了最新消息 2022年的2月8号 沈阳市在对葫芦岛市隋中县 来返沈人员主动核酸筛查当中 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2月9号经专家组诊断为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已经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 都已经全部采取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一点均已进行周末消毒 各项防控措施正在有序地进行 此外2月8号也就是昨天 葫芦岛市隋中县出现了 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疫情发生之后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省级疫情专家组第一时间到隋中进行指导 葫芦岛市隋中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2月8日20时 葫芦岛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葫芦岛市卫健委负责人 介绍了相关疫情防控情况 该确诊病例男31岁 隋中县人 2月5日该病例身体开始出现不适 2月7日早上发烧 自测体温37.5度 21时45分 隋中县民生医院核酸检测呈阳性 8日凌晨20时45分 隋中县医院核酸检测呈阳性 8日凌晨5时30分 葫芦岛市疾控中心复核呈阳性 经事专家组确诊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该确诊病例现已转入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 目前病情平稳 葫芦岛市隋中县 两级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 按照应急预案 立刻启动了应急响应 迅速完成应急机制转变 按照扁明化的管理工作要求 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密接排查 核酸检测 区域管理及消毒工作 并对目前已经明确的 密接者32人 立即进行了隔离管控 其中10人核酸检测结果的阴性 其他检测结果带出 为全面排查疫情潜在风险 经隋中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 决定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核酸检测 检测时间 从2022年2月8日15时开始 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 本次核酸检测费用 由县级财政统一承担 隋中县除了全员核酸检测以外 还会暂停非涉及居民生活 必须的经营场所 并对公共交通进行管控 2月8日 辽宁隋中县发布疫情防控通告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求 为坚决阻断新冠肺炎疫情 传播途径 遏制疫情扩散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 带来的潜在风险 实施精准防控 尽最大努力保障广大市民 生命健康安全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经隋中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 自2022年2月8日14时起 在隋中县全县范围内 暂停非涉及居民生活 必须的经营场所营业 以所有餐饮类服务单位 包括市场 商场 超市 饭店 餐馆 烧烤店 饮品店 茶吧 奶吧 咖啡吧 蛋糕店 熟食店 城乡流动餐饮等 暂停营业 2 必须执行严格的防控措施 除涉及居民生活必须的超市 农贸市场外 其他非涉及居民生活必须的经营场所 包括洗浴 歌厅 足疗店 台球厅 书店 影音店 摄影店 花店 服装店 理发店 美容院 手机店 彩票站 擦鞋店 干洗店等 暂停营业 3 网络外卖必须达到无接触取餐配送 4 恢复营业时间 另行通知 自2022年2月8日14时起 为确保随中线全线范围内减少人员流动 集中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对公交车 线路搬车 出租车等公共交通 实行交通管制 暂停公共交通服务 恢复运营时间 另行通知 也提醒大家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很严峻 所以咱们每个人都不能放松警惕